作者,老谭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或者说在某一阶段或者某一问题上,是敌人或者朋友, 但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变化的,特朗普上台以来,在国际社会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巨浪,让人感到美国政府的毫无章法,特别是特朗普在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可谓态度强硬,大招迭出,而俄罗斯也毫不逊色地给了特朗普一回应,不过,随着俄美两国相继披露,将举行元首会晤的消息,美俄之间的对抗,貌似出现了缓和迹象。 据相关媒体7月1日报道称,在国际社会对特朗普汇报以期待之时,英国独立报评论员玛丽德热夫斯基则认为,现阶段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有足够的话题可以交流, 而根据可以预见的将要讨论的重点来看,无疑改善俄美两国的双边关系将是重要选题之一。 但是,如果俄美两国总统就相关问题达成协议,那么西方的许多人将会失去莫斯科,这个作为政治攻击对象的永远的敌人,德热夫斯基的这一评判,实际上就是在说,对于双普会最害怕的人,就是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人。 这次俄美两国的首脑会晤,据前期陆续发布出来的信息,估计俄美双方将围绕战略稳定,恐怖主义,地区冲突,改善双边关系等方面展开交流。 俄罗斯方面日前表态称,俄美两国总统,打算讨论双边关系发展前景及国际热点问题,而美国白宫新闻处则援引特朗普发表的消息称,特朗普计划与普京讨论军备竞赛问题,将谈到和平。 特朗普甚至提出了,我们创造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无疑是寄希望于通过这次会晤,在国际社会形成一种新的。